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在我身边是精神科专科医生 麦启乐医生 上一条片跟我们讲了很详细 关于抑鬱症 长者抑鬱症 做这个健康胆 我觉得真的得益不浅 经常有人塞钱入我的袋 而且学到很多东西 可能对你们来说 那些东西早就在了 但对我来说 我这个类民 原来有这么多 这个世界健康的范畴 原来有这么多东西 我以为我知了很多 原来我只是知道丁屎不多 譬如说抑鬱症 抑鬱症 突然跌出一个环治抑鬱症 我说抑鬱症 我认为这些是否新东西 多议麦医生说 不是 于是我又知道多东西 原来我 我说本人 其实真是鼓流寡闻 抑鬱症 有些环治 抑鬱症 一说环治 很害怕 好像末期 那是什么 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窗 我未听过 我自己 其实抑鬱症 都好像所说 有轻中重之分 有一些重症的抑鬱症病人 他们需要药物的治疗 无论种类或方法 都有可能需要不同的配搭 我们所谓环治抑鬱症 其实是一个医学上 是一个英文 我们说 Treatment Resistant 的抑鬱症 即是说 似乎 这个病 这个抑鬱症 是对于 一般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 当然是口服药 似乎反应不太灵光 有抗拒 或者病情不太受控 似乎情绪仍然差 当然这些是排查了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都归根究底 可能真的纯粹病 真的跟药物的反应比较差 所以我们才会患治抑鬱症 道理上我们有一个比较严谨的定义 就是我们首先要采用两种不同种类 一些抗抑鬱药品 而亦使用到一个最大的份量 但是效果都不显著 我们便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患治抑鬱症的个案 如果患治抑鬱症除了药物之外 我们表面上可否看到 它有什么行为 是我们看得到的 还是患治抑鬱症 我们便叫它患治抑鬱症 说得出幻治 药物效果差 当然病人持续出现抑鬱症状 包括典型的不开心 经常有很多负面情绪 觉得自己很没用 没有希望 甚至忽略自己不洗澡 不吃东西不喝水 或是连生活不出街 不见人等等 这些都有机会发生 甚至有些严重的 会出现一些自杀的念头 或是有些 一些思觉失调类症状 例如会听到一些 不存在的声音 所谓的幻听 是跟病人说 你真是没用 你真是留在这里是现世 你最好是了结自己 有这些情绪的问题 是会持续困扰病人 有没有什么原因 令到他这样 连药物都帮不了他 有没有原因 身体有什么部分 控制着药物都没用 是否查得到 其实没有一个很实质的 可以查或是炎血 看得到 反而我们会找到 有关这类病人的共通点 这些共通点是什么 第一就是他有一个家族史 有家族史可能他的近亲 直接的亲属 即是亲属 都有情绪问题 第二就是可能病法已经很早期 但没有得到一个很释切的治疗 而病情一直拖 即是所谓我们一直拖 拖到病根本越来越严重 吃药物似乎都对他无效 第三当然是有一些身体的状况 或者是他对药物的吸收方面 和其他人有些不同 他对药物所以可能是有一个 比较抗药性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令到我们再加量 其实可能副作用会远超过作用 所以我们不能再无限地加药物上去 这种情况都是一些共通点 那怎么办 其实这不是今时今日出现 即使我还是学生的年代 其实已经都有这类的个案 只不过以前我们通常都见这类的病人 都会进入医院里面 作一个我们所谓脑电档治疗 什么叫脑电档治疗 英文叫Electro Convulsive Therapy 即我们简称电下脑 在一个全身麻醉的情况之下 就电一电脑 好像一个重复整个系统 在一个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接受每个礼拜两次 一个礼拜两次全身麻醉 全身麻醉 一个电脑的 不要说到那么恐怖 其实整个过程是半个小时左右 亦都很安全 非常安全 原用至今 亦都原用至今 因为有些个案 例如怀孕的妇女 很老的老人家 因为很多病痛 有很多药不可行 有些情况 我们都会采取电脑 去改善他们的抑郁状况 如果你这样说 我听你这样的语气 立即安乐一点 还有你所谓的电脑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 不是 是一个很微量的电脑 令到身体有少少抽速的反应 半个小时左右 病人已经骚醒了 但因为每次 他都要用这么繁复的方法 去处理他 其实有些人都却步 刚才你通过电脑 或者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有些病人都抗拒这种疗法 虽然他是很有效 很有效的 但是他亦都会抗拒 因为觉得很恐怖 过程好像很不知怎样 因为他已经麻醉了 没有人知道他发生什么事 但是以前都一直 是这个方法去处理 这些环置抑郁症 但是在科学 当然日新月移 我们对抑郁症的理解 在脑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包括一些脑传递物质 经常听的所谓血清素 去处腎上腺素 甚至多巴胺等化学物 大家可能都听过 或者耳熟能长 这些都是我们现今口服药 会比较多 从这多方面的渠道 糾正脑袋的分泌 但刚才所谓 幻字就是因为对这些药物都不行 我们唯有研发一些比较生命的治疗 这个生命的治疗 在美国 在我想两年三年前 其实已经开始应用 而挺广泛 它的作用是通过另一个渠道 叫曲安宣的渠道 曲安宣也是一种脑袋的传递物质 不过可能大家不太清楚 不太认识 但都是我们已知的一些问题 即是一个道路 这个曲安宣 其实亦都可以大大改善一些情绪的问题 透过是一个什么形式 就是一个噴鼻式的一个治疗 里面有些药物的成份 就是用来刺激曲安宣 令到它多些这些分泌出现 即是差天共地 简单用来喷鼻 对 而它的作用 都是需要在医务所喷鼻 可能需要在医务所休息一下 看看有没有不良反应 它可以了 可以即日离开 我想问 电脑 你说一个星期要做两次 现在这个喷鼻式的 有没有要定期来做 即日日要做 根据药物的指引 一般的状况 他都是希望 首个月接受这类治疗的病人 都是一个星期喷两次 所以一个月是八次 就好像一个巩固 这样的情况之下 第二个月 就可以减为一个星期一次 再第三个月 再打后 就是两个星期一次 希望在六个月内 完成了疗程 当然有一些个案 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 都不定 但一般来说 我们看到很多病人 在首个月 因为喷得最密的情况 是有很显著的改善 比起吃药方面 是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是另一个可以选择的途径 那这个药有没有副作用 现在我们都做了很多不同病人 以及我们都看到在外国的一些研究 发现主要的副作用 可能都是在首两个小时 所以在诊所会出现 主要可能个人 好像处于一个比较迷迷糊糊 有些虚虚幻幻的感觉 所以我们都要提供一个比较舒适 一个比较灯光 不会像这里那样叉眼 比较暗一点的休息室 比较充分的休息 第二 其实副作用就是很苦 病人会觉得有强水喉喉 但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有了 但长期副作用 有机会要看实血压 因为血压如果是太高的病人 我们不会建议用 所以一定是血压有上下的控制 我们才会建议病人用 他用了 其实回到家 他自己需不需要有什么要配合 这半年就是要做半年 他有什么戒口 还是有什么要配合 完全不需要 只是每次来的时候 就吃一点东西 在两个小时前 吃一点东西 不要吃那么饱 这是为了不要说 可能有些嘔吐的情况 但其他的所谓准备 怎样配合 是完全没有的 是如常生活 我们不关心医生 也说了很多关于抑鬱症 精神科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有帮到你 或者帮到你朋友 你和我分享这段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我的健康蛋 谢谢